火化时,人的身体会遭遇什么?真的会发出怪异的声音吗? 死亡是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,人类恐惧死亡,但又对死后的世界充满无尽的遐想。 也正因如此,人们对于死者的殡葬,也逐渐发展成为了一种文化。 基于不同的生存环境以及文化差异,人类对死亡的认知也各有不同, 结果就产生了各种五花八门的殡葬方式,比如说土葬、天葬、水葬、玄关葬等。 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,现代殡葬方式使用最多的还是火葬。 那你知道在火化的过程中,人类的遗体会经历怎样的遭遇吗? 本期视频就给大家解惑。 视频开始前,还请各位看官点点爱心和关注。 您的支持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。 最后,尸体就来到了它的最后一站。 焚烧炉。 焚烧炉刚开始的温度是200摄氏度左右,然后逐渐升温。 达到400至500摄氏度这个阶段时,会将装尸体的容器、人体衣物和脂肪烧完。 温度升到600摄氏度后,人体的血液、肌肉和内脏会逐渐被烧化。 到了800至900摄氏度这个区间后,就会损坏一些小块的骨骼组织, 但大块的骨骼无法被烧成灰,最后会剩下约五分之四的骨骼。 但是被烧过的骨骼是很脆的,有机物被烧掉,只剩下了一些钙和无机物,所以很容易被敲碎。 最后将遗体架拉出来,等待冷却后,就可以将死者的骨灰收入骨灰盒中了。 不少火葬场的工作人员也说过,尸体在燃烧过程中,经常会听到一些奇怪的叫声。 有人说这叫声是去世的人还没有彻底死亡,也有人说是去世的人,在跟亲人做最后告别,总会给人一种错觉,觉得去世的人还活着。 那么问题来了,关于尸体火化时所发出的声音,究竟是去世之人的最后告别,还是死者的灵魂在告别呢? 其实,这样的现象对于火葬场的工作人员来说已经不陌生,这一种是最常见的尸体发出声音的现象,由于我们死了之后,肺部还残留着气体,这些气体受到高温所带来的高压,就会随着空气一起排出体外,在排出体外的过程就会牵动声带,因此会发出叹息的声音。 除了排出气体外,尸体发生还有一种原因,那就是因为人在死后尸体还是有水分,当尸体在焚烧时遇到高温,体内的水分会蒸发,也会出现鸣叫的声音。 在火化炉外的人听到也像是尸体在发生,通常情况下,人死后的水分会下降,在焚烧过程中也不会发出声音,只有逆水而行或者是死前吸入了大量水分的尸体,在焚烧过程中才会出现这样的声音。 在火化炉中听到声音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,并不代表尸体后悔了,你也不需要将其拉出来,去问它是否愿意继续火化。 究其原因,人们对火葬场这种特殊声音的惧怕,还是因为人们没有一种科学的精神。 如果足够地相信科学的话,这样的一些奇怪的现象,都可以通过一些科学知识来解释的。 生命就是这么神奇,一堆物质组合在一起,却形成了一个有意识的生命体。 组成生命的物质来源于自然,最终也消失在自然当中。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,我们也只是借用了自然界的一些物质,最终还是要归还的,任何人都带不走。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大家有什么看法呢?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 点击关注长按点赞三秒,会有惊喜发生,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